英国最威风的两个首相,一个给女王上课,一个要废除君主立宪,众所周知英国是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女王和王室,在英国享有崇高的声望。 然而女王虽是国家的元首,却是统而不治,的虚伪君主实权全部掌握在英国首相手中,因为首相是代表英国王室和民众,执掌国家行政权力的最高官员还拥有阻隔权。 一般情况下国会下议院的多数党党魁或执政联盟的首领自动成为首相人选,然后经过女王任命后,正式成为首相也就是说,女王被首相拥有任命权可事实上,首相任命只是走个程序,而已因为不管女王同不同意,都不会影响首相的任命。 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有的英国首相会不鸟。 英国女王,这不在英国众多的首相中,就出现了英国最威风的两个首相,一个给女王上课一个要费除君主立宪,给女王上课的首相大名鼎鼎。 她就是素有铁娘子美称的撒切尔夫人,她任英国首相的时间是1979年到1990年,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 而且她与当时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只相差半岁一个1925年10月生一个1926年4月生撒切尔夫人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关系,不容恰是公开的秘密。 其他首相和女王会面的时候,要么是一块的聊天,要么是就实施辩论以下然而散。 切尔夫人却喜欢给女王说教上课,搞得特别正式和严谨不仅如此,撒切尔夫人还多次以政务为由,勾改,与进见女王的时间这都令女王十分不满,也让她不爽。 女王对撒切尔夫人的不满表现得也比较公开,她在其他国家领导人面前,就称呼撒切尔夫人。 为那个女人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两人之间的性格不合,和接受教育的类型不同,而要废除君主立宪的英国首相叫布莱尔,于1997年到2007年,任职是当时工党的党魁。 因为工党偏向社会改革,在某些方面,有些激进,而英国王室是保守稳健的象征。 所以布莱尔与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之间,必定会产生摩擦。 1997年布莱尔在选举胜利后不久,国会便开始举行联会。 按照惯例,女王和首相都将参加会议的开幕式。 女王于是照常乘坐他的王室马车前往国会大厦,但布莱尔和妻子切莉却一改成立,决定从唐宁街10号步行前往但女王看来,布莱尔夫妇此举事借此机会,与民众进行亲密接触并想夺取本属于自己的主角,让自己成为当天的焦点。 事后女王愤怒地要求布莱尔夫妻,下次不要再有类似的举动。 然而他们丝毫都没把女王的话放在心里。 布莱尔夫妇第一次拜访王室,切莉就没穿传统的格子纳裙。 而且,他还拒绝在镜头前向女王行屈膝里并用后背对着女王,这让女王非常不满。 却又无奈,在布莱尔执政的十年时间里切莉不时会表现出对女王的不尽。 还说女王应当尽早退位,并对戴妃同王室之间的纷争,表示不屑1997年8月31日,英国王妃戴安娜一车祸叙事。 面对突如其来的境遇女王,希望将其作为家事处理选择低调处理。 于是仅发表两份前短声明,还拒绝将半旗致哀。 女王选择如此低调是有原因的,因为在1996年,戴安娜就已经与查尔斯王子解除了婚约。 两人虽然离婚了但戴安娜或准保留威尔士王妃头衔。 既然有这个头衔,还是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的亲生母亲女王如此低调冷漠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要知道戴安娜在英国民众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为此,布莱尔先后三次给女王打电话,提醒女王重视处理戴妃丧葬一事。 随后还与夫人切莉一起到王室的巴尔莫勒尔度假庄园,和王室成员共同相处两天,谋求对方的让步。 后来布莱尔利用戴安娜在英国民众的影响力,直接以政府的名义宣布戴安娜是人民的王妃,最终迫使女王放下架子。 提前一天赶回伦敦向全世界发表讲话,表达对戴妃的敬意和哀悼。 这是布莱尔对女王斗争的第一次胜利。 布莱尔虽然胜利,但女王对布莱尔将戴安娜方式处理,成有政治影响的国家大事,感到大为不快。 根据英国法律议会所有最终提案,都必须交由女王签署方能生效。 因此女王每周都会在白金汉宫中接见布莱尔听她汇报据布莱尔身边的人说说。 一开始布莱尔对美洲去见女王非常头疼,不停地对我们做鬼脸,然而这种例行拜访也曾出现。 过例外,就是伊拉克战争打响的那段日子,当时两人甚至连续数周都见不上一次面这令女王有些不快。 那段时间,女王甚至认为布莱尔是历届首相中最不尊敬她的,因为她只顾着和自己那一小撮顾问。 伤病政策导致自己对一些重要问题完全不知情。 按照英国传统,无论首相多忙每周,必须觐见女王汇报国家大事。 可是在布莱尔的执政期间,就曾多次以公务繁忙为由,连续数周未觐见女王。 这让女王大为不满在英国国防部纪念二战胜利。 60周年,十加宾名单中,却没有女王的名字。 女王勃然大怒后来在改革下意愿问题,上女王又与布莱尔产生了极大的分歧。 女王认为布莱尔和其领导的政府过度插手了英国的传统。 她大胆改革的风格也令保守的女王看不惯。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女王非常不喜欢布莱尔,都不愿意和她多说话。 一次布莱尔竟然脱口说出我的内阁,结果女王反问她,您是说我的内阁吧? 您一上英国内阁是效忠女王的。 所以布莱尔这话说的非常不妥。 面对布莱尔的布,竟女王也给回应一次,她邀请布莱尔野外烧烤。 正当布莱尔面对空盘子准备用餐的时候,女王突然命人把餐具从她面前收走了。 其实女王和布莱尔的矛盾,第一次见面就结下了。 女王对布莱尔说道,你是我继位为王以来的第十位首相从最初的丘吉尔到现在的你,首相先生我加免那年你才刚出生。 对于这话布莱尔日后回忆说,当时我只感觉到自己只是漫长历史中的一部分。 随着他们两人之间的争执不断升级,布莱尔竟提出要废除君主立宪。 其后又建议政府剥夺女王对众多王室财产的所有权,甚至还要求剥夺女王的遗产税豁免权。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多多点赞多多收藏,转发和评论。 谢谢,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 欢迎品读。